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以及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對峙 近來當然有緩和跡象 幾天前,普京和俄羅斯一方就說 我們演習完了 現在就退兵 十五萬大軍就隨隨 走回自己原本的地方 對於這件事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就是很歡迎的 當然歡迎 又發推特說 削減部署在邊境上的兵力 俄羅斯這樣做 是一件好事 因為會令到緊張的局勢得以緩和 但是 我們烏克蘭始終會保持著警惕 普京也說 我隨時歡迎烏克蘭總統訪問莫斯科 討論我們之間的雙邊關係 但是一問及烏克蘭東部的衝突的時候 普京就說這些是他們分裂的主義勢力的事 就是盡量被談 而俄羅斯 而普京最聰明的就是我們演習完的軍隊 是退回去這個基地 但是他沒有說他還會不會支持 這個說要脫離的 脫離烏克蘭的邊境 那三個勢力 他沒有說到會不會 就是很多很忍悔的事 好了 這一邊就暗示停了 但是拜登同時間就出手了 今天呢 我們東 即美國的時間呢 仍然是4月24日 在106年之前 這個 奧圖曼帝國 在同一日 他在這個叫做 軍事坦丁堡 就對這個亞美尼亞人 開始一場 絕大屠殺 在1915年的4月24日 他在軍事坦丁堡 逮捕了很多亞美尼亞人的領袖 然後就 對他們 操隊軍隊進去 為什麼這樣做呢 當時俄羅斯 和土耳其 是一次大戰前後 在打仗 而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 是擁有著亞美尼亞的領土 而在國境裏面的亞美尼亞人 有部分就走了去俄羅斯當兵 即基本上是邊境 是兩個邊垂地 但是有些人走去俄羅斯當兵 有些人走去土耳其當兵 但是土耳其呢 政府就覺得你這幫人信不過 因為土耳其人是伊斯蘭 大家都知道亞美尼亞人是基督徒 他們認為這幫人信不過 於是就對他們進行 這個大清洗 估計是有150萬人 是受到屠錄的 那這件事呢 即使惡圖曼帝國玩完 土耳其上來 土耳其仍然都是不願意承認的 而其實當時在1915年的時候 美國的政府當時的政府裏面 有很多人都是位於 這場是伊斯蘭人對基督徒的行為 種族滅絕行為 那其實有一大堆人是說 不對的 我們要站出來 那當然到最後就不了了之 甚至都二次大戰之後 都有亞美尼亞方 和美國本土裏面的亞美尼亞那些協會的人 都說想這樣做 要說土耳其是做種族滅絕的事 不過土耳其當時是說 我和你頂住蘇聯 我是你北約國的 你要給幾分薄面 這件事我不認 結果是一路不了了之的 直到列根年代都是提過這件事 只不過繼任的都不會理他 土耳其一方實在是 這張牌是比亞美尼亞大 但是現在拜登在今天走出來說 106年之前的今天 亞美尼亞人在他們的土地上 是遭到種族滅絕 直接說了出來 哇一說出來 現在埃爾多安那些是沒有聲音出的 他們的外交部長一聽到 現在就在一個推特那裡說 言語或者文字是無法改變或者改寫歷史的 我們的過去是清清白白 沒有什麼需要改變和學習 政治的投機主義 是對和平和正義的最大背叛 這些基於民粹主義的說法 我們是完全拒絕而不承認的 而土耳其的外交部就是這樣說 很明顯這個聲明是沒有任何學術和法律的依據 也都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 這個聲明將會帶給美國和我們 土耳其的信任和友誼帶來深遠的創作 麻煩美國總統你快點糾正這個錯誤 但是這個就是阿爾多安那個問題 他經常都是認為這個土耳其 就是承接了這個惡圖曼帝國的所有東西 包括一些壞東西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壞東西你可以說是上一手的 只是惡圖曼帝國搞出來的 就不關我的事的 其實如果這樣做的話 大家都可以向前走 但是這個阿爾多安就是那些堅實的國家主義分子 就是你可以說他是賣一種愛國情緒 而他愛國情緒就不是純粹是土耳其這麼簡單 而是再數上去它都要計算下去的 就算舊政權做了一些壞東西都要入自己數 其實是不行的 舊政權做的壞東西就是舊政權的壞東西 你現在這個政權和舊政權是沒有可能的 雖然你承接了他的國土 但是那些壞東西不是你做的 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要堅持 就是說自己就沒有做過壞東西 那麼這種行為呢 是遲些都會讓成一個大禍的 有些人分析為什麼拜登這麼做呢 其實就是敲打他 就是因為開爾托安吃兩家茶禮 他是買了俄羅斯的S-400航空的防空毅桶 這個東西用來敲打他的其一 就是說你和俄羅斯走到那麼淺 走到那麼近 我就告訴你 我的艦隊進黑海就進黑海 不到你說的事 而且其實最近土耳其是和法國 歐盟鬧得很不愉快 關於拿這個石油 就是地中海的海底油田的天然氣田 鬧得很不愉快 而拜登其實一著 擺了兩隻航空母艦 駛了進黑海 是不單止要給顏色 普京看這麼簡單 很明顯了已經是 是給土耳其一個警號 不要玩東西 而土耳其在去年 他是支持亞塞拜疆 去攻打亞美尼亞 令到亞美尼亞一個險要失了手 而俄羅斯是完全無能為力 而現在拜登走出來所做的事 也都是警告你 土耳其不要玩那麼囂張 這個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一石三鳥 一石三鳥 什麼是三鳥呢 就是突然間又提起 所謂種族滅絕這句說話 就是是不是告訴新疆 就是這件事 一件事就敲打了 至少敲打了俄羅斯和土耳其 而我以多安正如 首先社長你說 他不肯認這件事 遲下可能隨時會被人制裁 不知道會不會 借一些以制裁 不知道會不會 我相信不會的 因為那個經濟利益太巨大 所以他現在只是說 但是根據一些消息 就是說 五角大廈裡面的人 其實是很不喜歡 現在的土耳其政府 尤其是就是因為 他去買了俄羅斯那個防空系統 是信不過 所以要刻意敲打一下他 就是做大佬 做到差不多要敲打一下小事 而這兩天 這個俄羅斯的副總理 也都又講第二件事 又講起第二件事 就是說 北溪二號 這條輸油管道 這個輸天然氣管道 無論怎樣都好 會在2021年建成的 這樣說 他說我們收到 這個營運的公司消息 建成的一定會在今年搞得好 是會成為這個最長的輸天然氣管道之一 而美國其實也都出過聲 大家都知道向德國施壓 而默克爾其實在4月20號的時候 在歐盟委員會那裡 仍然是挺北溪二號的建立 那很多消息就說 其實德國的內部 很多商人 是支持這條輸天然氣管道 是支持得很厲害 而默克爾自己本身 也都很希望以這條輸天然氣管道 成為他的最後大政績 這樣說 所以就說 現在是要跟時間賽跑 因為一旦默克爾下來之前 這條天然氣管道搞不定的 可能隨時會變天 因為現在全然最重要的就是大選裡面 這個綠黨可能會成為關鍵少數做王者 而綠黨是講到明 就說 北溪二號我不撐 那現在就是跟時間賽跑 如果成功了的話 德國就是那個天然氣 是可以不需要完全能源上 依賴這個美國 不過社長你覺得可以不可以呢? 過不過得到骨呢? 他以前默克爾 我覺得不看好的 德國他綠黨的力量 不可以小脆的 這個政黨 還有就是美國那個力量呢 也都不可以低估 就是美國現在 拜登上了一場之後去做的事情 就是叫一些盟友埋位 一直都是做這些事情 哪些盟友 不聽美國人說話的 就拗他幾棍 扎棍 是 但是你看到的 現在拜登去做的事情 就是主力都是針對盟友 要他們埋位先 那我是猜不到一件事的 就是普京 是跪得這麼快的 我知道他都會跪的了 這傢伙 但是他在這個烏克蘭那裡 跪得這麼快呢 其實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是這麼快撤軍 你不拖兩三個月 就撤軍 就是現在變成 變成個個都看到你俄羅斯是耳朵底的 是的 那如果俄羅斯都頂不了的 那你說德國頂不頂得到呢 我也覺得德國頂不了的 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 美國可能會用拖自決 所以 剛才我們說的是 德國的大選是一個關鍵 很多人是認為 如果美國迫得太厲害 會激起 德國內部的民憤 認為你美國是欺凌我們德國 就會激起歐盟 有些國家的疑懼等等 所以美國應該是會拖自決 總之拖到默克爾下來為止 這個看法 因為 其實美國的制裁相應 已經是無用 決定上馬的公司 已經知道我們會受什麼棍 你摘我多少棍我都不怕 這個是一個看法 當然 在美國的共和黨裡面 有些議員乘機抽水的 就叫拜登制裁他 加大一些制裁 在那裡賭拜登米 但是這些聲音是完全出不來的 很明顯 拜登其實 你說他弱 是弱的 但是他很tricky 就是很狡猾 給人感覺他在外交 現在很強勢 你說他弱 我就不同意了 因為現在 其實拜登都被人夾得很厲害的 因為北溪2號那個情況 後面是有 Ted Cruz那些人在搞的 Ted Cruz在後面搞的 就說不行 要制裁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就跟 你剛才說的那些人的看法 是很不同的 拜登他現在會拖 這個是 我是同意的 但是 他到最後會不會制裁 他一定會揮霧一下 這個制裁大軍 不揮霧是不行的 他國內那個壓力已經很大了 拜登是 而且還是兩黨的 兩黨的壓力 已經令到拜登 一定要做些事情 而拜登的壓力 是方方面面的 為什麼說他方方面面呢 就是 這個又要講清楚一點 現在 叫拜登在外交上面 強硬的呼聲 主要的壓力來源 就是來自那個 參議院那個外交委員會 參議院那個外交委員會 其實就不只是 要拜登對中國強硬的 他其他事情都要拜登強硬的 在這個北溪二號上面 根本是 嚴格來說是沒有辦法妥協的 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因為北溪二號搞定了之後 烏克蘭 他實際的收入會少了很多 實際收入少了很多的時候 究竟是 你們歐洲給錢 烏克蘭 讓他可以頂住俄羅斯 還是 要美國掏錢出來呢 這個講到底都是錢的問題 坦白說 現在就是因為 那些遊戲就會經過烏克蘭 烏克蘭是收錢的 坐在耳代幣的 但是如果他沒有這個錢收 剛才之前那個坐耳代幣 坐在那裡就有錢收 拿著錢的那個代幣 好了 如果這個錢都沒有得收 烏克蘭就坐耳代幣了 就是死了 如果烏克蘭死了 如果烏克蘭死了 你北約去頂 那誰帶頭給北約的錢呢 現在德國佬就是想縮數 就是要美國掏這個錢出來 但是美國佬怎麼會益你呢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自己都不益 都說要搞回 整兩萬億的經濟刺激 在美國國內 怎麼會浪費些錢 去幫你頂啊 幫你德國頂啊 如果你要從一個 邏輯性的角度去看 美國佬在這個北溪二號 是完全沒有辦法妥協的 拜登也是沒有辦法妥協的 其實德國是有得妥協的 為什麼呢 沒錯他是投入了很多錢 去蓋這個北溪二號 實際上出得多錢的是荷蘭人 荷蘭英國公司顯學 是出很多錢的 德國是不是出很多錢呢 又不完全是 所以德國是可以有回轉的餘地 但是美國是沒有的 美國是沒有得妥協 所以 德國當然要爭取得多一點 當然德國要爭取得多一點 但是德國已經很爭取得了 其實就是 所以社長你認為 是不會拖到他大選後的 應該大選前拉倒的 不是不是 我沒有這麼說 我說他會拖 但是這件事情是沒有得妥協的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就是看看他用 結果就是 北溪二號應該是不通得的 就算他起好了也不通得 這個我也認為會是 但是現在默克爾就要力推 那會不會到最後一 默克爾都走了 是啊 所以可以看一下 不過美國這一手 就是打黑海這張牌 兩手航空母艦入黑海這張牌 打得很漂亮 沒有辦法 那我們可以密切注視一下 第二次會怎樣的 那我們最後就想提一提 德國的大選 在9月26日 無論怎樣都好 那條北溪二號 我個人認為都是走不掉的 都是衰的多 但是拖不了那麼久了 如果是 如果你說拖到大選才決定 那些什麼 那些制裁可能提早已經 對準那些北溪二號那些公司 已經吃了幾間了 現在還未正式制裁他們 現在拜登還未簽名 其實是通過了 美國國內 拜登還未簽名 放了在那裡 看看默克爾怎麼拆 這個我是根據 有些人說 你怎麼知道 他已經搞定了 那些制裁 我是根據之前的一些新聞報道說的 其實已經簽好那些制裁 ready to go 其實只要拜登一簽名 就行得了那些制裁 還有一件事就是 北溪二號也都停了工的 之前 而現在這個俄羅斯副總理 在那裡說 今年一定是起好 那年底的 都是年底的事 他起好是持過德國大選的 是 所以你不是說 你不要說要拖到那個時候 因為到現在都沒有起好 他只要 起好的時候 是持過德國大選 那就不算是拖 你明白嗎 明白 那好吧 我們都講到這裡 會密切留意的 好 多謝大家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